随着新年到来 有人发现外表朴实的铁炸弹 已逐渐在我们日常生活中消失 而人们茶余饭后谈论它 都会怪以傻大笨粗的低端标签 但在广袤的俄国 人们认为炸弹生而平等 只有分工不同 没有贵贱之分 飞行轨迹和落点可控 并能乍想就是好炸弹 但想做到这一点 有时必须采取特殊措施 比如给炸弹脑门套个铁钩 才可使其落点较准 在俄国 无论苏25、苏24、苏34还是图R2 都会时常挂载带有铁钩的 FAB-M54系列高组炸弹 其中有小巧的FAB-250M54 长1.5米粗30厘米 重量234公斤 装药94公斤 还有任劳任怨的FAB-500M54 其长度1.8米 45厘米粗 重量474公斤 装药201公斤 更有受人宠爱的FAB-1500M54 长度2.3米 直径57厘米 重量1.4吨 装要667公斤 据说这些炸弹头部的铁钩叫做弹道环 那它是如何起作用的呢 为此我们需要观察轰炸机的投弹过程 正好一架图R2在悠闲地飞行 只见它缓缓打开肌肤的弹舱盖 冷布丁就有一颗铁炸弹扔了出来 凑近发现这颗炸弹并没有弹道环 但它的弹头是铸钢制作 非常沉重导致炸弹制心大幅潜移 将弹体的压力中心让到了后方 如此一来 炸弹制心沿着有空气阻力的抛物线轨迹下落时 由于弹体轴线和运动轨迹切线之间的弓角 压心所受的气动力就对制心产生了旋转力矩 不断推动弹体向临弓角旋转 因此炸弹在下落时 有正弓角的炸弹会被气流的撞击声力向前推动 使弹道比一个铁球的下落轨迹拉得更长 落点更远一些 如果炸弹飞行速度低于音速 那么这个炸弹轨迹可以预测 只要机组技术优良 低空投弹时精度尚可 但如果轰炸机开始加速 并且在达到高压音速时打开弹仓 还是扔出这种炸弹 那就会在下落中跨过音速 此时保持正弓角的炸弹 由于强烈推挤前方空气 形成了脱体的弓形激波 其中上侧波面强度较小 速度很快衰减 使后掠角较大 而下侧波面强度较大 速度衰减不如上侧显著 造成后掠幅度较小 而上弱下强的两道激波 又造成拨后空气压强同样上弱下强 于是炸弹头部受到了压差 也就是压缩生力 由于该生力使弹体压力中心前移 既可以导致弹体向铃弓角回正变慢 使弹道出现未知程度的伸展 也可造成压心跑到置心前方 使炸弹翻滚起来 因此不仅弹道无法预测 还可能摔不响 要解决此问题 有人想到以一致一 就是给炸弹脑门焊个铁箍 一旦跨过音速 则铁箍子的银封面 就会在前方激发出更强烈的脱体激波 虽然激波造型大致还是原样 但是波后升高的空气压力 绝大部分会作用在这圈银封面上 导致该银封面的上下两侧 受到下大上小的向后压力 对置心制造了向铃弓角回正的剩余力局 这使炸弹转体速度加快 因此被撞击声力推动 而向前飞行的距离减小 于是下落曲线更接近一个铁球 可见这种高组炸弹 虽然水平投掷距离有所衰减 但跪在飞行轨迹和落点更容易控制 所以这一圈铁箍子对超音速 或高压音速投出的铁炸弹 起到了稳定弹道的作用 因此人们干脆就把它称为弹道环 这一圈铁箍子对超音速度加快